灵妖 荀子说过 赠人以言 重于金石诸玉 劝人以言 美于俯服文章 听人以言 乐于中古琴瑟 一句话 可以是金玉良言 也可以是恶语伤人 言语的作用 可见一般 现实生活中 每个人都有发言权 也有分享欲 说话 不带脑子的人 比比皆是 在我的老家 有这样一句土话 秘密守不住 财神也绕路 一个人说的话 和财富多少 有很大的关联 也体现了她的钱品 认真观察一番 就会发现 一个人的嘴 暴露了她的财气 02 一直很穷的人 喜欢抱怨 在《范靖中举》中 范靖的岳父 是一个屠夫 即便自己没有大本事 但是他认为 女婿范靖 更没有本事 家人相处的时候 屠夫常常抱怨 责骂女婿 责怪女儿嫁错了人 范靖借钱 去赶考的时候 屠夫骂道 替你寻一个管 每年寻几两银子 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 和你老婆是正经事 一个屠夫 对于读书的好处 他是知道的 但是不完全明白 他很想让女婿发大财 但是舍不得投资 后来 范靖真的中举了 也因此变得富有了一点 但是屠夫还是屠夫 日子还是老样子 一个人越抱怨越穷 他总是怨天尤人 看不到社会的好处 也无法发现赚钱的机遇 或者在机遇流逝之后 立马后悔了 还得埋怨一阵子 有一位画家说过 试着重新开始吧 要知道 多抱怨一天 就少幸福一天 多回头看一天 就少前进一天 穷人的抱怨 一文不值 富人的抱怨 会让自己变穷 开口抱怨 穷样百出 03 善于赚钱的人 嘴巴很甜 是说心语 有言 小胜靠智 大胜靠德 在我们身边 有一种人 总是把谢谢挂在嘴边 轻 你好 麻烦了 好妈之类的词语 用得特别多 有道是 伸手不打笑脸人 你的言语 就像蜂蜜一样甜 别人就不好意思拒绝你了 因此 办事会更加容易 和别人合作 也会顺利 谈钱的时候 好好说话 就不会尴尬 也不会被拒绝 做买卖的人 对着顾客笑 东西就特别畅销 因此 钱也进了自己的口袋 职场上 和上司交往 非常主动热情 自然会得到赏识 并且建立一种 无形的人脉关系 被提拔加薪 是难免的 从大的范围来说 嘴巴很甜 是一种道德修养 要知道 你给别人的鼓励和好处 又会回到自己身上 04 发了大财的人 话有底气 在一些颁奖活动中 我们常常看到 这样的场景 捐款的人 举起牌匾 亮出自己的捐款数额 能够上台的人 都是大亨 谁给的钱多 谁就排第一 谁就有机会 站在舞台上发言 当然 发言的人 都喜欢说 这是我应该做的 只是一件小事之类的话 但是 财大气粗的表情 一朗无虞 在聚会的时候 一般是有钱的人 买单的次数多一些 即便是轮流坐东 有钱的人 也会安排大家 去高端一些的地方聚会 一般的人 会碍于财力 安排去一些 更加实惠的地方聚会 在我们村里 每到过年过节 就有一些年轻人 开着车回来 开豪车的人 把车停在村口 说 看吧 我的车 刚买的 花了几十万 衣锦还乡 牛气冲天 这样的派头 足以说明自己有钱 秦朝末年 项羽带着军事 攻破了咸阳城 有人劝他 就在这里大干一场吧 再怎么说 也是帝王之都 项羽说 富贵不归故乡 如衣秀业行 谁知之者 显然 项羽需要回乡 炫耀一番 这份底气 来源于他的成绩 财不露白 是一种做人的道理 但是 富人把财富 全部隐藏起来 也不谈钱 是做不到的 不管是今天 还是古代 人都有炫富的心理 05 懂得守财的人 笑而不言 有一种 为人处事的方法 做人如水 你高 我便退去 绝不淹没你的悠长 当一个人 特别有钱的时候 就要考虑 如何保富了 装穷 勤俭节约 捐款捐物等 都是守财的方法 真正聪明的人 越有钱 越会低调 把自己当成普通人 融入到社会大家庭 他明白 枪打出头鸟 如果一直炫富 就会被人拉下水 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 在《保富法》里指出 若是人肯让歇 还处处帮旁的人一招 使旁人免得输 而我自己的棋 也是不会大输的 反而要对天赢 一盘很大的棋 一个让字 体现了眼少 卑微等具体做法 也就是说 一滴水 放入到大海里 就再也不会干涸了 06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说过 没有口误这回事 所有的口误 都是潜意识 真实的流露 任何一句话 都不是空穴来风的 即便是夸海口 也是一种真情流露 只是说话的人 没有实际行动而已 人这一生 任何一个日子 都离不开钱 但是我们不能把钱挂在嘴边 而是利用谈吐来体现自己的修养 展示自己的人品 加强与别人的沟通 从而实现自己的目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要管好自己的嘴 不要让财气从嘴里溜出去了 人穷时 要有骨气 别抱怨 赚钱时 要沉住气 别洋洋得意 发财时 要保持低调 避免被人眼红 往后余生 少说多做 闷声发大财 关注我的文字 走进你的心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